剛剛呢我們請教官說 竟然還要早緊取水啊 對啊 另外呢我們電也缺了 我們台灣都知道五缺嘛 但我們台積電非常之好 但是有五缺就在這邊啊 我們要怎麼樣跟打國際杯啊 其實這個話題我必須講 不管是水跟電 在以前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是跟大家講 台灣是不缺電的啦 那是因為馬英九騙人 所以才要去運轉核四嘛 國民黨有長電 好不要講國民黨就是說 當時是有長電的啦 那騙我們缺電 那蔡總統2016年剛上來之後 他也保證台灣是不缺電的 他還講那個被轉容量率 那麼的高十幾% 所以根本綽綽有餘 既不漲電價也不可能缺電 那現在電廠的問題 從2018年的深澳 到現在的這個大潭 天然氣發電廠都是電的問題 那到底有沒有缺電 以前不是說沒有嗎 第二個就是水 其實我們的高耗能產業 特別是最近大家 台灣人引以自豪的 富國神山台積電 他那個晶片晶圓廠 其實我以前我有去訪問過 我有去看過台積電的 那個台中的中科的廠 而且還是張忠榮親自接待的 因為他是跟馬英九去的 他當時2015年 他就講得很清楚了 那時候南科的台積電廠 他還沒有設 他說台積電做這個半導體晶圓 最重要的就是水跟電 就是兩個東西 因為耗電很高 不能斷電 斷電整個生產就有問題 過程中大量用水 所以台積電他才要有備水車 300輛的水車 然後呢自己用三倍的價格 先備好電 那你既然把他當護國神山 是台灣之光 是台灣第一品牌 你沒有讓他能夠 沒有後顧之憂 你所有台積電的股東 都現在應該跟政府是一樣 反正不要說啦 台灣18座水庫 裡面有三分之一的水 都已經大概在30% 甚至是20%以下 那這個問題 當然不是說怪蔡總統 或是怪政府 可是因為今年的這個水不足的問題 你不要等到已經見底15%了 已經拉緊爆了 然後那個水車出來 我是沒有買股票啦 我看到很多人 台積電那個水車 好像是兩個禮拜以前 它出現在竹科的路上 被記者拍到以後 三星馬上 韓國馬上就批評說 你看台灣的那個用電不穩 台積電的那個訂單 跟它的股價會因爲這樣受影響 那你沒有幫忙解決水的問題 我們台灣我剛剛講有沒有 18座的水庫 其中那個竹科中科跟南科 都各自依賴兩個水庫 這六個水庫呢 只有一個還有50%的含量 另外五個水庫都已經在20%以下了 那你怎麼辦 那這台灣的18個水庫當中呢 有六個水庫 它的淤泥的淤積量 都已經超過三分之一了 所以三分之一那是多少量 它等於是一座水庫的水 因為鋁都糟糕嘛 你沒有努力去做清淤 那就會造成這些問題 所以用水跟用電的問題 就是政府應該要給大家的問題 那不是只有做梗圖做文宣就可以 這跟中國道理也無關嘛 是啊 找到這個世界 還在這裏 而且去沒有 你是不是 寫著 寫著 我 是 那